各位好 我們來複習一下 立舉 那立舉就是 我們要轉動門把 或是要轉動這個 教室的門的時候 會用到的一個物理量 那如果你 我們今天如果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 一片門 然後這個是 轉軸 這邊是門把 那如果 你如果施力 施力是 跟這個門板平行的話 平行的話 那就沒辦法轉動 你要轉動這個門的話 你就要跟這個門板 垂直的施力 才可以改變它的轉動狀態 這個 比較專業的說法是 改變轉動的狀態 一個靜止的東西 你可以施以立舉 讓它 轉動起來 轉起來 但是如果一個東西已經在轉了 你要讓它停下來的話 也是需要立舉 所以立舉它是 改變轉動狀態 而不是說一個正在轉的東西 它就有立舉 並不是 是 變轉的越快 或讓它轉的越慢 這個過程中才需要立舉 就像是 我們移動 直線運動的情況 靜止 靜止是 不受力 不需要合力 但是等速運動也不需要合力 所以 轉動 轉速固定的狀態 其實也沒有立舉 而是要改變轉動的狀態 才會 才會有立舉 那 首先來討論一下立舉的大小 立舉的符號叫 這個是希臘 希臘字母 那 它就定義成 這個 施力點的位置 它當然這個位置會 相對於參考點 那施力點的位置在這邊 然後 乘上 乘上我們的立 可是這個立如果之前是斜斜的 實際上有造成立舉的 只有 跟這個位置向量垂直的這一部分 只有垂直的這一部分 才有造成立舉 所以是這樣子定義立舉的大小 那很明顯的 這個 這個F垂直 剛好就是 F乘上sinθ 對不對 這個sinθ是我們的 位置向量 這個施力點的位置向量 然後 這個向量的方向 跟立的夾角 跟立的夾角叫θ 那 所以 我們可以把這個斜斜的 施力 F 只取它的 垂直的部分 跟這個位置向量垂直的部分 也就是Fsinθ 那 接著 再把sin 跟R 跟這個位置 長度 做 配對 我去變 RsinθF RsinθF 意思是說 你也可以 不要把F做分解 不要把F做 做向量分解 你也可以把R 把R這個位置向量 做向量分解 那分解之後呢 Rsinθ 相當於是這一段 相當於是這一段 因為 位置向量跟立的夾角是 是θ 然後這裡有一個對頂角 所以這個R 乘上 sinθ 就會是這一段 就會是這一段 那這段我們就稱為立幣 就稱為立幣 那要怎麼找出立幣呢 之後再做立舉的相關題目 找立幣會變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稍微跟各位介紹怎麼找立幣 首先 如果這個立和施立點的位置向量 是有一個夾角的 那首先呢 我們把立 沿著這個施立的方向做延伸線 做延伸線 做延伸線之後呢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 從參考點向著這條 雷射筆畫出的延伸線 做垂線 做垂線 垂線就是垂直線 那這一個垂線就是我們的立幣 這個各位同學要自己多做練習試試看 先畫出立的延伸線 然後再從參考點畫垂線 這個垂線就是立幣 好 那介紹完立矩的大小 來介紹立矩的方向 在國中可能比較沒有強調它的方向 那現在高二了 已經有學過向量的外積 那就可以用向量的外積 來定義立矩的方向 那像是我們如果把立這兩個向量 向量可以平移 我們把立的向量跟施力點的位置向量做平移 讓他們的起點疊合在一起 那這時候 rsinθf或rsinθ 就符合向量內積的公式 那向量內積的話是 如果r是這樣 那f是這樣的話 那xxrcrossf rcrossf 它的方向就會出直面 就會是出直面 所以rcrossf其實就是立矩 就是立矩 我們這裡可以寫這樣 我們前面 前面在講大小 所以我們就給它加絕對直 這個立矩就是rcrossf 那它的方向是出直面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它會是長這樣的 從r 然後r 然後跟f做外積之後 外積之後的向量 就會跟r和f都垂直 跟r和f都垂直 所以才會是出直面 因為出直面的這個向量 跟r和f都垂直 那或是可以用右手定則來記憶 就是把右手四隻手指打開 然後指向r 沿著r這個位置 施力臉的位置向量 然後呢 然後再往f 再往那個slip的向量方向 這樣子 這樣子 外積過去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 外積的結果 好 那我們立矩就複習到這邊 謝謝